哈囉 大家好 我是凱依 今天的星期 特別好 因為今天是我的深蹲日 我可以告訴大家 如果多喜歡深蹲這個動作 如果喜歡握推的等級在這邊的話 深蹲大概就在這邊吧 接下來跟大家分享 我的深蹲日 深蹲前適合做的暖身動作 以及深蹲後的放鬆等等 那我們就開始啦 我通常會在深蹲前做一些 簡單的全身性動態熱身 這個動作主要可以伸展我們的 胸椎 肩頸 寬周圍 以及臀腿後側 單腳大步向前跨 單手撐地 先把臀部向後伸展臀腿後側 然後向前 手肘碰觸前腳踝之後 向外慢慢的畫一個圓 臉朝著手掌的方向盡量向外畫 打開我們的胸椎 等等在做深蹲的時候 後背也會比較舒服 然後換邊重複做個幾次 接著我會做肩甲肌群的暖身動作 影片中我使用的是水管 如果你沒有水管的話 用浴鏡代替也可以 在做背槓深蹲時 需要把我們的肩甲後收 如果你時常覺得背槓時 肩甲容易緊繃不舒服 不妨可以在深蹲前加入上肢的熱身動作 把我們的肩甲暖開 最後我會做大腿內側的動態暖身 單腳跪地 另一隻腳向外層90度踏出 然後慢慢的左右拉扯你的大腿內側 有些人包括我自己也是 深蹲時會站的比較外八 訓練時會有較多的內收肌參與 所以我會在深蹲前 多做一些大腿內側的暖身動作 下蹲時比較不會覺得寬周圍卡卡的 以上動作就是我在深蹲前會做的動態伸展 接著下來就要開始我今天的深蹲訓練 好 好 好 感覺到這裡 最後 有 有感動到 最後有感動到 有感動到 首先我會先用空槓蹲個幾下暖身 空槓的重量為20公斤 暖身組的功用除了讓身體暖起來 還可以用來檢視自己的動作 好好的感受一下自己當天的身體狀況 下蹲時是否左右平均 有沒有哪邊覺得卡卡的 畢竟日常生活中 睡眠工作等等的姿勢不良 有可能會有單側肌群緊繃的狀況發生 正式組開始前的暖身 我會一組一組地地增重量上去 目的就是為了喚醒我的肌肉 也讓關節周圍的肌群能夠暖起來 保護好自己的身體 通常我每組暖身組中間會休息60-90秒 做的次數也都不會多 大家千萬不要忽略了暖身的重要性 我非常不建議直接就從正式組開始做訓練 或是隨便暖一暖就開始做大重量 很容易就會造成運動傷害 所以花點時間做足暖身 保護好自己的身體是很重要的 你不覺得當天收成這樣很像馬卡龍嗎 好的那現在的重量來到了150公斤 我自己是蹲到PR70%以上就會把腰帶掛上去 這沒有一定 依照狀況目的需求不同 掛腰帶的時間都不一定 會不會來蹲一下 哦160 這點感覺重量不太好了 重量都算不太好了 攀身 重量都算不太好了 攀身 Do not provoke me 你有什麼毛病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我受不了了耶你 哈哈哈哈哈哈 這個打都打到重量了 哈哈哈哈哈哈 趕快告訴大家 你的ID是什麼 現在的重量來到了160公斤 我今天會在做最後集組暖身組的時候 去蹲一下的大重量 看看自己今天的狀態在哪裡 初略的估一下當天的PR 大概會落在哪個重量 你沒有普手的話 沒有普手你如果要蹲大重量 對哦就是把護鋼撞起來 不然你蹲下去 蹲下去一騎不然 你沒有地方放 現在的重量來到了170公斤 順便跟大家講一下深蹲時鞋子的重要性 影片中我穿的鞋是主重鞋 鞋底很硬 鞋跟有一點高度 這讓我在深蹲時腳掌可以很平均的受力於地面 好的那現在的重量來到了180公斤 一樣抓好握具 對齊中心點 吸飽氣全身發力起槓 養成每一次深蹲的良好習慣 剛剛那一下180公斤就蹲得有點抖抖了 所以我今天 壓力應該不會超過190公斤 頂多185公斤 所以我就直接降到160 看能不能蹲3乘3到3乘5 就再看狀況 好的那我決定用190公斤的85% 也就是大約160公斤左右來做我的正式組 今天會做大重量的3乘3或3乘5 像在做大重量的時候 我的主肩休息會拉得比較長 大約2分半到3分鐘 欸 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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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百六十公斤的正式組總共蹲了三組三下 第三下已經兜兜兜了 蹲完之後我都會靠在槓上傳一下 各位啊深蹲就是這麼的迷人 OK那我今天一百六三乘三正式組就蹲完了 蹲然後講話已經講不清楚了 那我等一下會把重量降到一百一 降到一百一然後看自己可以蹲幾下 正式組都蹲完之後我會把重量降到一百一十公斤 來做最後一組的超級深蹲 很多人會問我說 該以你在訓練的時候都在想些什麼 可以讓你繼續堅持下去 把剩下的訓練完成 其實呢我在重訓的當下 通常不會想什麼其他的 我都是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當下的身體狀況 還有力氣再做一下嗎 心肺還撐得住嗎 諸如此類的不斷檢視自己的身體 對 對 對 OK 那我今天的深蹲訓練就到這邊 那我現在做一些靜態的伸展 OK 那我今天的深蹲訓練都完成了 接著下來我會做靜態伸展 靜態伸展我會選擇使用歌式 歌式是一個很好的靜態伸展動作 它可以伸展髖關節周圍的肌肉 外旋、外轉、內旋、內收等等 俗話說 歌式做得好 深蹲沒煩惱 兩側輪流伸展數次 好好的放鬆一下 寬周圍延伸出去的肌群 儘管深蹲後造成肌肉痠痛等等 好的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深蹲訓練 深蹲前的動態暖身 以及深蹲後的靜態伸展 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歡迎留言給我 想看更多的話就歡迎訂閱囉 記得按讚 下次見 掰掰 喜歡 選擇 收選擇 下集 或許可 在教堂上 學生 選擇 只 在教堂上 在教堂上